11月28日11时06分,随着首发动车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冒陷站事发,标志着四川成都至青海西宁铁路,青白江东至镇江关段正式通车运营。 这是川西北高原首条铁路,四川省阿坝州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快入动车时代。 川青铁路全长约836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为国家一级双线铁路。 川青铁路全线分段建设,成都东至青白江东段,海东西至西宁段,分别与西安至成都高铁、蓝星高铁贡献,并已投入运营。 镇江关至海东西段正在建设中,川青铁路青白江东至镇江关段处于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爬升近2000米,穿越龙门山、闽山等众多山脉。 跨越福江、闽江、嘉陵江,地质条件复杂,被称作超南载建铁路。 三区的高原的地震高发区的修炼的一条铁路,主要是海拔从平原到高原是急速爬升,特殊的复杂的地质条件,给施工建设带来的一种困难。 这条线因为穿越的环节非常脆弱敏感,在施工工程中我们今天采用了一些绿色的施工工艺,开展了一系列的工程实验专题,对我们整个西南三区,特别是高原、铁路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技术积累。 当日,冒险站聚集了数千当地民众,许多人身着民族服饰,载歌载舞,见证历史。 阿坝州旅游资源丰富,世界知名的九寨沟景区位于川青铁路沿线,黄龙九寨站预计明年通车。 阿坝的旅游受困于交通,这条铁路的开通,极大了方便的游客,提升了阿坝州旅游的便捷性,舒适度。 安全感,旅游游客来了以后,它会实现我们的快旅漫游,随着川青铁路的开通,旅游的通达能力的提高,我们有望在全年突破五千万截带人赐的这个大关,成为历史新高。 动车开进阿坝州,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让阿坝州群众走出大山变得更加便捷。 87岁的枪组老人王成静,因为晕车严重,二十多年来不愿外出,再加上年事已高,腿脚有病,出远门就更加困难。 动车的开通,给老人外出游玩带来了福音。 我的妈妈都二十几年没到成都了,由于运车,我们出去到成都,至少都要四个小时,路又不好,玩玩怪怪的,老年人承受不了,已经没法出去。 现在这个动车通了,我们就带她出去看看外面。 本次穿青铁路的首发乘务班组中,有多位藏族列车工作人员,为了更方便当地老乡出行,减少沟通障碍,他们为乘客提供藏汉双语服务。 我作为土生土长的阿坝人,很开心为我们家乡人民服务,因为列车上的乘客基本都是少数民族,我们在列车上会进行一个双语的服务,让家乡人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种幸福感和获得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